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不不不敢打你 歌仔戏 金剧 乱坛戏 北馆戏 客家戏 玉剧 各家传统剧团新秀们轮番上阵 带来精彩片段演出 迈入第八届的台湾戏曲中心成功新秀舞台 由刘美芳教授担任策展人 以妖眼 针剑 双轨 并行方式 广纳各类剧种结出一声 参演新秀 生淡 尽丑 行当剧全 展现强烈企图心 要在舞台上秀出拿手绝活 歌仔戏 客家戏 金剧 玉剧 大概算是我们成功新秀舞台的基本款 但是我们今年的歌仔戏有了录音班 我们去年不小心缺席的乱坛戏 今年卷土重来了 我们还有第一次出现在成功新秀舞台的 北管戏曲 那个兵维的剧种 我们要努力认真的来救它 所以不只是在剧种上面 我们希望是多元剧种 在同一个舞台上面 大家可以相互竞技 也可以相互观摩 同时在演员上面 刚刚主任特别提了 14位里面有11位 是第一次在上这个舞台的 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年轻朋友 有机会被看到 他们其实已经蓄积了满满的能量 但是在剧团里面票房考量 实际的很多的行销的策略 很难让它去当一线主演 但是在这个舞台上面 它就是一个center 它就在这里 所以我们这次的11位新秀里面 我们也特别关注到了 有几位是很积极地参与我们外台演出的 外台的演出场域 其实环境是比较严苛的 是比较艰辛的 那这些年轻朋友们 愿意这么接地气地 在这样的团队里面继续成长 所以我们很希望他们也能够在不同的场域 被看到这个部分 那当然其实如果是学生行啦 学弹诀 好像比较有机会可以当主演 可是花莲跟丑行 也都是我们剧团不可或缺的 所以我们今年这14位的朋友里面 我们是这四个行当一应俱全 谁都没被落下来 今年14位参与者中首次入选的新秀 就多达11位 显示艺师在传承过程中后继有人 传艺中心主任陈岳仪表示 成功新秀舞台具有传承 自我的淬炼 以及棒棒接力的意义 也是最感动人心的所在 我想这名字成功 大家应该就知道成诗之功 然后呢 让新秀们站在舞台上 发光发亮 听起来很容易 实现起来我想所有在堂都知道 很辛苦 那我想这个也是我们新秀们 最厉害的地方 他必须承担在众星拱月的时候 他必须承担什么叫主演 站在舞台上的主演 是众所目光的焦点 他承受的压力之大 那么也是最淬炼自己 让自己更上一层楼的地方 那么新秀舞台 其实成功新秀舞台对我来讲 我自己赋予他三种意义 第一个叫传承 也就是刚才主持人 前面会介绍到我们的艺师 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成功 他有成诗之功 所以就会有艺师 无悔的付出跟教导 第二个 对新秀来讲 自我的淬炼 为什么 新秀 我想能够站在成功新秀舞台上的 所有的新秀 绝对配合着剧团 或者是配合着其他的大咖的主演 都演过很多出戏 可是那种演出 跟你有一天自己要负责 整个舞台的亮丽的时候 新秀的压力非常非常大 而在这种 有老师会盯着你看 有自己跟同业的比较 有整个观众的评价 还有整个剧目演出的总成败 那种压力对新秀来讲 他如何在这种高压之下 又能够在舞台上尽情挥洒 展现自己的亮丽 很不容易 所以我也必须跟所有 尤其是今年十四位的新秀 我必须跟大家讲 所有的新秀 当你们能够来报名参加 能够被选上了 被邀眼的 你们就是很成功了 第三个 是我在看成功新秀舞台的 另外一种感觉 那就是棒棒接力 为什么我会说棒棒接力 戏一人难成戏 他必须有写演人员 我们看到新秀的写演人员 学长 学姐 老师 恩师 统统都有 大家只为了什么 为了成就您的舞台 为了成就新秀的舞台 大家不管角色是什么 甚至于有些 曾长演出不讲一句话的大咖都有 所以在这边我就看到了团结 看到了戏曲 看到了传统戏曲 很特别的精神 那就是一代传一代 2024成功新秀舞台 从10月17日起到11月3日 连续三周在台湾戏曲中心 小表演听演出 邀请热情观众走进剧场欣赏好戏 见证新生代演员 在资深艺师教授下的成长 同时品味传统老戏的历久彌新 记者林麒惠台北报道 商圈嘉年华 台北秋夏剧情起动 一年一度的台北商圈嘉年华 汇集了台北各个特色商圈 每年吸引数万名以上游客参与 今年第九届商圈嘉年华 9月14号到16号 在远山花博公园举办 适逢中秋节 特色店家开发许多新款 中秋选物等民众来挖掘 现场集结75家摊商 让大家享受商圈的美食 生活商圈游城 其实台北市的一个商业的发展 都是有赖于我们大家共同的努力 那在这里也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年上半年 整体的营收1到6月 是去年成长了8% 当然这个数字都是全国第一 这都不用再讲 那我们逐年成长 都是有赖于各位的努力 上这个成绩 那今年我们商圈嘉年华 曾鲁哥他所说的 从当时的联合会提出这个想法 我们用什么方式 让我们商圈就办很多活动 透过补助 透过我们特别的案子 每年有大型小型的活动之外 那有没有一个共同的一个场合 把我们的商圈 让台北市的市民 或者外星人的民众一次就可以逛逐 一次就可以满足 那也让我们商圈的代表理事长们 可以在这次场合里面 把我们商圈特色营造出来 所以这将近八年 今年是第九届 也强词了一个累积下来 也到了很多的一个经验 所以未来也曾如大家所提到的 我以后 我们以后就在中秋团圆的时候 让大家来感受到我们商圈的特色 商圈的特色在哪里 有很多的优惠 那我想这个场景能可以拉回到 今天这个礼拜的礼拜六日一 这三天要来到我们花国公园 一开始看到的 就是我们小寿场看到的 一个六十公分 那种我们的玩大富翁的一个场景 但是到现场 会是一个六公尺乘六公尺 大型的商圈的 台北市商圈的一个大富翁 那会把我们的整个商圈的图腾 在那边都看得到 那这一个好玩的一个场景 那结合我们中秋 后面刚刚提到的 这个大型的一个月亮 也是我们这边一个好玩的一个场景 可以让它去做拍照 那在各个商圈的店家里面呢 我们也推出了有十六项 跟中秋有关 在现场可以看到的 我们商圈的特色的商品 预告台北有一个很好的活动 即将展开 就是在我们中秋佳节前夕 九月十四到十六 三天 三圈嘉年华 在我们的这个 圆山那边的这个花博 圆山附近的花博 所以大家呢 可以到台北市来走走 尤其呢 今年中秋虽然没有廉价 但是只要请一天假 大概你就可以 好好的在台湾呢 台北来玩透透 那台北是一个重要的商业大城 也是观光旅游的重症 根据统计啊 凡是到台湾的游客 超过百分之八十 一定会到台北市 未来台北市住宿停留 那我想我们商圈呢 就是提供给所有的观光客 包括从这个国内 东南部上来的 国外来的 大家重新或者是说第一次 或者是深刻的体验台北的美好 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商圈 所以我们呢 这九年来啊 把从各个商圈办活动 都集合起来 打头阵 办一个各商圈联合的嘉年华 非常非常的这个好 那已经持续了九年 这九年跨过两个市长 一个是柯文哲市长 一个是蒋万事长 好 刚刚我进来的时候说 哇 我们现在需要一些正面的 清新的活动信息 不然大家每天看到台北市 都觉得有一点这个伤脑筋 所以我们也希望各位媒体朋友 帮我们广为宣传 我们每天看了新闻 如果觉得头昏眼花的话 不妨出来走走 参加我们这个商圈嘉年华 它是打头阵的 九月份商圈嘉年华举行之后 各商圈接力是棒 都会持续的下去 举办很多商圈的活动 在八年前 大概八年前 在商业处 也就在我们台北市商圈联合会的 这个敦促之下 产生了台北商圈嘉年华 那时候叫台北生活季 这八年来真的非常感谢商业处 非常感谢台北市政府 从那年是柯市长时代 到现在蒋湾时代 一直一直的支持这个活动 这个活动呢 也是我们商圈 台北市商圈联合会 在八年前极力的争取 也感谢议会的支持 让我们能够在这个争取之下 也通过这个预算 那这个预算呢 也八年来一直执行着 那过去八年呢 曾经在各商圈举办过嘉年华 那最后这几年呢 筆定了在花博商圈 一直以后就在这里举办 大家为我们台北市商业处 跟我们秦桧议会 给我们一个热烈的掌声 好吗 耶 感谢 非常感谢 感谢这八年来 这个照顾我们台北市商圈的 所有的店家 我们台北市呢 有五十几个商圈 在我们台北市商圈联合会的组织里 是我们的好伙伴 再多年来呢 我相信在议会里面 请外驻议员最清楚 我们所有的商圈理事长 出钱出力出时间 我们所有的店家 只要有组织 组织力强 我们的商圈呢 就越来越强 对不对 在这过去两年前的 两年多的疫情 真的我们商圈 非常非常的精心扣 也很多的店家 就从此呢还休息 然后这两年来呢 疫情过后 我相信在我们台北市政府商业处的辅导 还有帮助之下 还有议会跟我们通过的预算 我们大家都把我们商圈活动做得尽善尽美 做得各位商圈生意兴隆 叶姬长宏好不好 好 那一年呢 在台北市的商圈有将近一百场的活动 那我也相信我们的理事长们都非常认真 非常努力 那我也希望这一次 这第八层的商圈嘉年华越来越有主题 就是我们商圈处在一二十年来对于我们的商圈一种桥梁跟沟通做得很到位 但是我们商圈呢也是非常的团结 他们的邻居力也很强 所以说这一次的中秋嘉年华前置记者会 所以说我们的商圈大家都能够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的精神把我们的力量铺陈出来 这就是我们大家所希望得到的一个 我们跟政府之间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道 当然也希望这个星期六礼拜天礼拜一 我们的一个活动能够平平安安顺利的来举行 希望这个活动能够带给我们每一个商圈业绩满满 此外活动现场还有挑战游戏 三米高巨型月亮造型气球布景 十二种手作DIY及九月十五号限定的 一起秋嗨嗨中秋饗宴月光烤肉趴等精彩活动 搭乘指定任务还有机会抽百万毫力 配合台北市建成一百四十周年 商业处和九处商圈合作 办理四场次商圈半日游导览体验游程 也欢迎民众踊跃参加 记者温宇郡台北不到 中秋节即将到来 卫生局抽烟应景食品包含49件烘焙相关食品 像是月饼、馅饼、凤梨酥、蛋黄酥、烘焙馅料 71件烤肉用食材包含肉品、海鲜、蔬菜、加工炼制品、 豆干及米血糕等以及三件烤肉调味酱 总计抽烟123件 发现7件不符规定 那我们依照产品的一个不同 我们责定不同的一个检验的项目 包括我们的食品添加物 像是防腐剂、酌色剂、甜味剂、漂白剂 以及苏丹色素 还有动物用药、乙型、受体素、农药残留、 还养蚁碗 还有重金属铅跟葛 还有食品中的微生物 那检验结果是有一件 预头线是检出防腐剂、脊二细酸 不符合食品添加物使用范围及 鲜山季规格标准的规定 那有一件的四季都是检出残留农药英德克 不符合我们的农药残留容许量的一个标准 另外标示有五件不符合规定 其中豆沙、半蛋书、玉火凤凰书 以及金Q、玉头书三件产品 他们的内容物没有按照含量的多寡 由高到低分别去标示 也没有标示净重容量或数量以及原产力 另外也没有标示食品过敏原的资讯 那有一件下豆坚果塔没有标示原产地 以及它的有效日期是单独粘贴在包装上 还有一件的会上饮凤梨书是未标示有效日期 那针对上述检验不合格的产品 我们已经要求贩售地点立即下架 那违规产品都来自外县市 我们也依请所下的卫生局 进行后续的一个办理 卫生局表示品质不符规定的产品 已令贩售地点业者立即下架 且不得贩售 经追查违规产品来源均属外县市 以依请所下卫生局依全责办理 那标示不符合规定的部分 其中有一家是在我们台北市已经进行裁处 另外有一件是来自外县市 我们也依请所下的卫生局 依全责办理 那不符合我们食品贴家务使用范围 限量级规格标准的话 是会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18条第一项 可依同法的47条第一项 处责任业者 其实还比3万到300万元的罚还 那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的话 是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第15条第一项 以及第44条第一项 可处责任业者 6万到2亿元的罚还 那标示不符合规定 是违反到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 第22条第一项 可依同法第47条第一项 处责任业者 先抬3万到300万元的罚还 卫生局提醒消费者 在选购月饼、礼盒或生鲜肉品 产品等应结食品时 除了选择幸运良好的 店家购买 应尽量选择包装完整 及标示清楚的产品 避免购买颜色鲜艳 异常白皙或 偏离传统色泽太多的食品 并注意制造贩售场所 环境是否清洁卫生 以及注意产品储存温度 才能吃得安心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导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30件 骨豆类产品 包含21件输入及9件 国产骨豆类产品 检验项目包括残留农药 及零化氢等项目 检验结果3件绿豆不符规定 产品产地结尾印尼 那上述不符规定的产品呢 台北市卫生局已经通知 我们侠内的业者进行下架 那它的来源都来自外县市 我们也依请当地的卫生局 依全责办理 那不符合农药残留容许 这样表明呢 是违反造成安全 卫生管理法第15条 那可依同法第44条 主责任业者6万到2亿元的法管 同时产品也必须依照 食安法第52条呢 必须要进行下架回收跟销毁 卫生局表示 如违反农药残留容许量标准规定者 属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将处分负责厂商6万至2亿元罚还 并依同法规定 命业者下架违规产品并销毁 上述所提到检验检出 赛苏安 赛果培跟芬普尼 这三个农药都是农业部 合法登记准许使用的一个农药 那它可使用在特定的一些农产品 可以使用在特定的一个农作物 但是它的残留必须要符合 我们的农药残留容许量的一个标准 那零化氢是一种无色的有毒气体 它具有强烈的臭鱼味 主要是作为熏蒸式的农药 那可用在我们的一个豆类的干燥 但是因为它具有剧毒性 如果一次摄入太多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生命的一个危险 所以业者一定要自主管理 要确认它的一个原料跟产品 都是符合我们新安定卫生管理法 的一个相关的规定 在食材加工调理之前 也都要确认食材的一个来源 那农药或者冬庸药 及相关的污染物的一个残留 都是符合我们的食安法的一个规定 卫生局提醒民众 在食用或烹调骨豆类前 先以流动清水冲洗 再以水浸泡10到20分钟 接着用流动的自来水冲洗2到3遍 以减少及降低农药的残留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导 那这样子好不好用力 这样子有没有 挖起来有没有 来 掌声鼓励 穿梭在竹林里 听着讲师解说绿竹笋生态 这是台北市文山区公所 和景美区农会合作举办的 新著名一日农夫柴榫体验活动 大小朋友流着汗 透过寻找竹子 亲自进行农事体验 寻找文山区夏天的宝藏绿竹笋 留下难忘回忆 因为刚好区公所有举办柴榫的活动 然后我们很少参加政府的体验 所以很开心来参加 挖笋好辛苦哦 农夫很辛苦 农夫真的很辛苦 刚刚老师有教我们 他可能采笋的角度 还有就是要看笋出土的方式 然后我们就学到挖竹笋的很多经验 可以增加夫妻感情 然后我先生他第一次参加采笋活动 所以谢谢区公所给我们这样非常好的体验 我从越南买的 我是住在文山区 今天很开心 来参加挖竹笋活动 这是我第一次挖 很开心 然后我们今天来采笋 觉得很新鲜 对从来没有体验过这样子的经验 那也觉得笋容很辛苦 对 平常吃笋笋觉得好吃 可是不知道这个采笋的经历这么辛苦 这样子 没参加过啊 田园的生活都不太懂 所以就来采笋 听说也蛮有用的 然后也知道平常我们吃的笋笋是怎么用 怎么挖出来怎么采收 然后以后我们吃的时候会更开始 要看到裂缝啊 这个我都不知道 还有就是说药力气也蛮大的 角度也要对 然后发掘的时候也蛮难的 所以我都是要靠 靠居家帮我们 然后怎么去做 怎么挖出来 现在我们忙 再来慢慢好好看 活动增进新住民朋友 深入了解绿竹笋的栽种与培育 感受农座采收的喜悦 再从农田到餐桌 享用绿竹笋风味餐 加深对土地文化情感的连结 很高兴 能够来办这个活动 那其实以我们农会来讲 办这个体验活动 今年已经是第七年 第七年办了这个 采笋的体验活动 那我们在这个场地这七年来 那我们都是采取有机的方式 才来那个栽培管理 那基本上在这个场地里面 那我们是不用化学核料 然后不适用容量 那一切都是自然融法 跟有机融法的方式在进行 那其实今天各位应该讲很幸运 因为之前我们融会在办体验活动的时候 那个驱风守这边罗克掌 有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然后他认为说 我们办这个活动 那对他来讲他认为说很有意义 那所以说就跟我们商量是不是另外 可以提供一个提示 然后让各位朋友来这边做一个体验的活动 要不然其实我们融会这个活动 我们在企业区我们已经办理完毕了 这个活动已经结束了 那总共办了十二个提示 那这一厅纯粹就是另外再挪出时间来办这个活动 先各位介绍一下立竹笋的一个生态 那这个立竹笋首先他一定要有最少要两代同堂 那时间他才会少 那有的是三代同堂 像这个来讲是三代同堂 他三代同堂是什么意思 像这个来讲是今年 这个一年生的 这个两年生的 那这个三年生的 等于说这一支到现在已经有三年了 这一年生的 他才会长竹笋 两年生的跟三年生的几乎 几乎不会长 偶尔还是会长 但长得不会很漂亮 这边的栽种方式 有没有 我们纯粹是用友善的方式在工作 这个第一个 我们不用化学肥料不用农药都没有 清一色就用有机肥料有没有 那这个草你看 我们都用 你看我们里面的几个棵草机 你看看 有没有 里面就有两个棵草机 那我们的肥料 你看 都是清一色 都是有机的肥料 那我从这边有没有 我们就从今天 就是这一桶 我们来当吃饭 那等会我们就跟住 好不好 活动除了带领新著名朋友 仍是在地文化与美食 也进一步促进文山观光休闲产业发展 将持续办理这场极有意义的活动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设嫌清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 基上核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徒刑合50万元罚金 品试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基上核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基上核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核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金钻联盟 秋季尽情享乐 本来我们的价钱是3999 那为了要降低大家对观感 所以我们这一次希望我们联盟 这十几家饭店再加上隔上出车 我们希望它把它降到3500 就是每一张件3500 这几家饭店都可以住 这个是我们的研议 就是说我们希望给国人消费者 不会认为说台湾为什么那么贵 那当然有特别的地方它比较贵 那它有很多种因素 我们没有办法一一去详述 但是我们这个金钻联盟 我们除了我们的品质很好 价格也很优惠 所以人家说价格跟价值 其实我们都是最好的 价格跟价值都是最好的 出席的交通部官务署旅宿组组长 曹毅书非常肯定金钻联盟回馈消费者的做法 曹毅书强调国旅应该提供的是VP值 官务署也会持续协助饭店业者提升服务品质 提供消费者物超所值的旅游体验 我们要追求所谓的VP值 就是说我们价格跟我们提供这个服务 是能够符合客人的期望 这样就能够达到我们这样的一个 一个水准值分 所以我在官方署也透过不同的训练 甚至我们有提供这个业者一些品质提升的 这些补助能够帮助业者大家来 来到这样的一个目的 它能够同时让我们客人去住到饭店 然后物有所值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我们整个旅宿业的 整个产业能够在更正面的一个发展 金钻联盟还邀请知名主播张颖宇 担任年度代言人 父亲是联盟创始会员的张颖宇表示 联合贵宾券原本就很受欢迎 现在一口气降价499元 而且限量2000张 呼吁国人把握机会先抢先赢 因为我们23年几乎是没有打折 那今年呢 为了要配合交通部观光署的这种活动 所以我们首度有非常大幅度的一个打折 每一张就再减500块 虽然说有限量真的 所以告诉大家真的限量要抢 就是限量 但是呢真的抢到的话呢 你不但是可以就是有很好品质的保证 的住宿跟旅游的体验 你甚至还可以省你的荷包 对于过滤市场面临严峻挑战 在北中南都有据点的长龙桂冠酒店方面 也有所因应 今年住房率都维持在8成左右的 基隆长龙桂冠酒店就分享他们的做法 基隆这个城市我觉得值得推广的是 它有很丰富的旅游资源 它有很多的人文文化小吃 所以我们今年度大概做一个 比较不同以往的东西是 我不做价格站的一个活动促销 我大概是希望提供给消费者 一个更多元的一个旅游商品 所以我们结合了很多基隆在地的品牌 比如说和平岛 比如说海科馆 甚至现在我们现在最红的 各个要搭邮轮的旅客 它必须要经过的迭克花园 还有现在最夯的基隆塔 那这些客人 这些东西都需要透过饭店 一一去介绍给国内很多的旅客 那我们还是希望 客人可以留在台湾 花一点时间了解台湾的美 每一个城市绝对有它值得推广的地方 金钻联盟民宿长曾庆钻也预测 在一窝蜂的出国潮后 明年国旅市场渴望回归正常 疫情关系去年大家来不及出国 老实讲真的是这样 那今年大家准备好了 而且国外又很便宜 像日币又贬值 那东南亚又很便宜 所以大家就急着出国 那也很正常 我觉得这很正常 那影响到我们国内今年 国内的国民旅游的成长 都大部分都下降了 那我觉得明年开始不会这样子 因为今年 而且大陆团又没来 大陆团本来在以前的 来了五百万的人 现在又没来 所以它整个影响到整个的 台湾的国民旅游 其实明年就比较不会了 我认为它会越来越好 金钻联盟方面表示 这一项专案限量两千张 售完为止 消费者可在各家饭店 隔上租车或联盟官网购买 就能一券在手畅游全台湾 轻松享受台湾各地 丰富多元又迷人的美丽风光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台北市副市长林一华 在现场了解五酒精业者 如何推广自家产品 这里是年度餐饮盛会 风味文化年会论坛 从线下百货及街边店 与线上外送等各个案例 多面向的对谈探索 在餐饮面进行创新 持续往最强之路迈进 也为台北市 今年首度推出的台北餐厅周 揭开序幕 今天这个风味文化年会论坛 当然是为了台北餐厅周的一个 算是一个其实点 今年我们第一次台北市政府 跟民间来合办台北餐厅周 会从9月23号到10月20号开始 维持一段时间 大家都知道美食绝对是台北市面向国际的 一个很重要的名片 我们除了有非常棒的夜市 事实上我们的餐饮 我们的美食 已经是达到一个全世界都知道 已经是一个 不管是在你味觉上的艺术 或视觉上的艺术 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台北餐厅周 让大家更了解台北的整个的餐饮文化 能够成为大家来到台北市 一个很重要的 包括说说旅游之外 很重要能够来享受 我们台北市非常特殊的一环 副市长林华表示 纽约市有相当盛名的餐厅周 他希望在公司协力下 也能把台北餐厅周打造成为台北市的重要品牌 比如说纽约 比如非常有名的什么周 The Restaurant Week 就是我们所谓的餐厅周 那我们也希望在台北 能够有所谓的台北的餐厅周 所以呢 就因为这样子 要谢谢高创 就找到我们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 因为台北市 其实民间的热力很强啊 然后呢 透明很棒 所以呢 我们就找到了我们的甜品 我们这个风格美食指南 从 自然我们从2014年开始 就献上了所谓的餐厅周 但从去年开始 就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 所以我们觉得怎样来做一个公司协力 公司合作 然后台北的餐厅周 也能办得有声有色 所以这就是一个 让他很高兴的一个起点 就是呢 我们民间开始在做 但把政府的力量也加入起来 然后让我们民间的力量 就可以更加的蓬勃 也让这个餐厅周 未来呢 成为台北市很重要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想我们要共同来 鼓励这件事情 台北市上一处方面表示 台北餐厅周集结台北市百间高品质餐厅 包括连锁餐厅 各式异国料理 饭店体系 米其林推荐餐厅和景观餐厅 都名列其中 民众在线上领取数位护照 即可享有合作餐厅提供的1200元优惠套餐 欢迎民众上台北餐厅周活动网站 用超优惠价格 体验台北市餐饮文化与美食风味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 鸡上盒的业者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徒刑和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是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佣食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鸡上盒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鸡上盒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基上盒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针对2024基隆城市办成马拉松的最新进度 市长谢果良在事务会议后记者会表示 基隆毫马长跑协会将尽速修正交通维持计划 9月16号市府将再召开大湾汇报 如果交维计划或大湾汇报通过 可望在10月6号如期办理 而市府相关局处也将提供协助 另外就补给、医护等配置 也提供主办单位具体的规划建议 那我们原则上呢 将会持续的修正 这个一些交维的计划 并在下个礼拜一 也就是9月16号 要来召开我们的道安会议 然后也会把这个案子 再提入到这个道安会议里面 去来审查 那当然我们是还是朝就是说 假如道安会议能够顺利通过的话 我们还是期待在10月6号 那如期举办 活动最安全最高规格的方向准备 我们昨天也邀请了 交通、卫生、警察、环保、公务、文官、都发 跟公车处的首长 大家都一起与会 把所有可能在这个办成马拉松的这些细节 还有封路的路段 以及这个如何跟市民朋友做有效宣导等 昨天做了很多的开会讨论 补给配置、医护配置、交管警力、环境清洁、活动宣传 我们也跟协会大家共同的在讨论 那人力方面 我们预计将出动超过50名的警力 20几名的逸交 70名以上的志工 还有几名的驾驶 医护增加到四个救护站 然后各设 在两个中继点各设 一共到八个护理人员 然后配置两个救护车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跑步的时候 因为他的心脏负荷非常的大 那有时候临时如果发生了一些 就是心脏方面的一些突发状况 那可能也会导致欧卡 这个是绝对不能够等闲四肢的 所以我们都非常的认真去看待 这一次活动的每一个细节 那也增加了这个清洁配置呢 也增加了子母车一组 以及流动厕所28座 市长谢国良强调市府相当重视 这个基隆城市半程马拉松 将朝向最安全最高规格方向来准备 以提供参加民众更安全舒适的路跑环境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中午用餐时间还没到乾隆珠宝店前 就挤满排队人潮 人潮越聚越多都排到马路上 不仅阿公阿嬷来排队 有的弱势民众也来领取爱心便当 希望能够饱餐一顿 一早乾隆珠宝工作人员就忙着分送便当 打开饭盒饭菜健康又养生 原来乾隆珠宝每周四都会固定 发放爱心便当 让有需要的民众免费离去 看有社会有三星人士来参与跟老板一样 来办这个活动 你便当有钱吗 谢谢 你便当拿了吗 你便当有钱吗 而这一发放 今年刚好满十周年 因应中秋节到来 董事长江洪志的散举 也引起了台北企业朋友的响应 特别加码发放三百个红包 我觉得你看这十年两不间断 谈何容易 我们有些时候一年都做不下去 一年52周 十年520周 你知道他要花多少的时间跟精力吗 还不谈钱 钱还是其次问题 但只是这个持续力 那就是一般的人没办法做得到 我真的是很佩服跟很敬爱 跟很敬重我们江理事长 因为有他这个动作 我们才能够来这里 做这些服务 我想江理事长 他十年来做这个爱心活动 我们非常敬佩他 这一次我们也希望说 有这个机会来共襄盛举 希望对我们基隆有一些贡献 每一次 都经常了很多老大人 和低层的来这里拜堆 尤其我们看到一些 年约比较多 钱都不费 不用拜堆 我们就会给他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谢 台北中小企业社会 和这个中国文 楊副文和理事长 来共襄盛举 来发紅包 因为我每一年 这个端午节 和这个中小企业 尤其过年 一些台北企业 都来共襄盛举 所以对这个鸡人 护士 这个爱心 我感到很感佩 所以 呼吁社会台中 来共同 来做好事 每周八方一次 连续十年分送 爱心便当 在民众眼中 看到是 对乾隆珠宝的感谢 记者 黄少鸣 接用报道 立法委员柯智恩 来到基隆 与市长谢国良 一起走访市政府 所推动的 有爱店家 透过有爱店家 提供的 无障碍环境和服务 协助生长弱势朋友 能够安心的 到户外活动消费 立委柯智恩 看到市长谢国良 对弱势族群的用心 与照顾相当感动 市长谢国良 也感谢柯智恩委员 百忙中前来 为他加油打气 我今天是来挺善良的 我今天是来挺谢国良的 因为非常的重要 因为国良 把他的小爱的爸爸 他把他的小爱 化为大爱 所以今天呢 特别来到这些 有爱之家 用APP的方法 让一些比较弱势 特别是身心障碍的 一些家长 或是一些的当事者 他们可以透过一个 更机智的一个方法 不管是在点餐 不管是在店家 大家共同来协力 共同来营造一个 更友善的一个环境 那我想国良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我也知道说 就像是教育上面来说的话 他真的是 对于这个亲子教育 还有包括公托 还有真的为了要老人跟孩子 几乎是你们有个24小时的平台 让热的时候 大家有需要的时候 都可以接到 然后呢 我也知道 公托还有大矿 非常多 目前现在是部件 非常多的在亲子上面的 这样子的一个场所 希望在多余的基隆当中 可以让家长和孩子 都有更大的一个空间 那总而言之 我想在教育的层面 身为父母亲 我是两个孩子的妈 她是一个孩子的爸 所以我想我们社会 在以后 不管是未来 身为地方的一个手掌 我想国良都展现出 他的贴心 他的sweet 而且最重要是 他可以把对孩子的爱 完全体现在 很多对市民身上 那我想透过等一下 我们跟着国良的脚步 一起来看看 他所做的每一个点滴 我想大家可以体现出 对于国良他在这里 不管是在教育 对于身份障碍 对于弱势团体上面的 一个协助 我想看到他这边一点一滴 真的不用多说什么 真的不用去讲 哪里什么样的一个政治议题 不用讲什么司法破坏的问题 光是看他所做的 每一个贴心的政策 我想去足以说服基隆人 这是一个非常棒的市长 我们共同来谈 谢国良 今天非常谢谢 我们教育方面的专家 我是我南加大 的学姐 我们曾志恩委员 今天造反基隆 我在这个 2022年 縣市长选举的时候 我们两个有组一个 KK连线 因为基隆跟高雄 都是K街头 那个时候就有紧密的合作 那我知道柯委员一直长期都在基隆 都在高雄深入的耕耘 那也深获高雄民众的支持跟喜爱 所以他今天能够从高雄跟台北 这么忙的事物拨控 来到基隆帮忙国良 我们非常的感谢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我们的有爱店家 有爱店家也是国良 从上年以来 要打造有爱城市 跟我们过去立法委员同事 楊玉新处长 所合作 所推动的一系列的 无障碍的一些相关政策 所以今天也特别来 等委员来 请他给我们一些意见 如何能够在这些有爱店家 能够做得更好 透过沿途扫街败票 另一方面也宣传市政特色 市长谢国良说 感谢柯知恩委员前来力挺 自己也会持续跟柯知恩委员学习 也肯托市民相亲 10月13号永跃出来 投下不同意罢免票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基隆市役会议长童子委 青春美丽的小编 和时下许多年轻人一样 钟爱蓬厨烘焙方出品的时尚甜品可利路 原因无他好吃又好拍而已 而一般人走进去已经开业25年的蓬厨里面 则是冲着各式好吃又有名的面包 或是糕点类要买回家 不过议长童子委和小编以及别人都不太一样 东看看西找找欣赏各类刚出炉 又受欢迎的招派面包 却不会想要买下来 不是店家的面包不好吃让得虚名 而是他个人极少吃面包类 只钟情蓬厨制作的蛋塔 每次来必买必吃 从此也不吃其他连锁店做的蛋塔 蛋塔 因为我比较喜欢吃甜的东西 那蛋塔其实它呢 这个是甜而不腻 那你下去那个奶香的味道会非常非常重 所以你吃下去会有一种奶香示意 真的味道是真的跟一般的真的不太一样 我觉得欢迎大家 它一定有一些特别的一些材料 那我相信它的成本也特别的高 所以吃起来的感觉说真的 嗯绝对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体验跟感受 吃过很多很多 它那个乌筋酥其实我也吃过 只要他们有推荐我都会特别吃 然后说真的 为什么人家可以屹立不咬25年 然后在基隆 甚至现在已经达到我们这个北台湾的这个知名度 一定有它的特色 所以我想 发挥用基隆在地的一些素材 在地的一些特色 然后让基隆走出去走出基隆 我觉得Jimmy哥他们真的非常厉害 而且说真的 我平常不吃面包类的东西真的很少 但是我只要吃的都觉得非常好吃 这真的是绝对是真的 其实彭厨的蛋塔一个卖80元 却依然卖的火红更是童子伟的最爱 原因无它真材实料加上精致的手工 和准确又繁复的制作过程 我们家的蛋塔 其实它要花三天的时间去做 那一般的可能就是拿皮 就是现成的皮 然后只要把中间那个牛奶灌上去就好了 那我们家的蛋塔是用日本的面粉 跟法国的面粉去做调配 所以它必须要三天前把面团先打起来 冰在冰箱里面让它睡一个晚上 然后隔天再压平 压平之后再把那个模子先压出来 压出来之后第三天放在冰箱里面松弛之后 我们用北海道的牛奶 然后用那个法国的雪飞奶 然后去调制而成 所以一定要花三天时间 让它睡得够久 然后它放在你嘴巴里面 它才会香酥脆跟浓的牛奶味道 所以它的功其实很费功 然后它就是时间换口感 那一般的就是 可能买现成的皮 然后捏一捏就放上去 这样子 至于时下年轻人最喜欢的可力路 彭厨老板则说 25年前刚开业时 就已经在卖可力路了 没想到流行趋势又返回 如今又成为时尚甜品的宠儿 记者吴俊松 基东报导 这里特别的地方 就是它有三个颜色特别做出来的 另一个当然是我们的蓝蓝 银法时尚成果走秀展 在崇佑影艺科技大学展开 银法模特儿们 穿着融合传统蓝蓝记忆的时尚服饰 自信的踏上伸展台 绽放一彩 特别是这些衣服 原本都是要资源回收的哦 没有想到蓝蓝艺术赋予新生命 与永续生态相互呼应 这次的课程的话 我们就是为了结合环境永续 那其实ESG是最近 就是非常热门的议题 那我们怎么把二手衣 在做循环利用 其实是这次我们在做 时尚走秀的重点 那这次我们其实透过蓝蓝的元素 让二手衣物有一个 就是赋予它的新生命 那透过大家可能在衣柜中 有一个曾经里非常回忆 或珍贵的衣服 那我们给它新的回忆之后 其实它也可以让它 改造的非常时尚 搭配现代时尚的元素 激发长者的创意和活力 学校跟大型农场合作 我们拿我们家里不能穿的衣服 就把它染一下 觉得还挺有创意的 而且这个衣服我本来也不能穿 是我染好了以后才去改宽 改宽了以后颜色又不搭 然后再去染一次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蛮特别的 让传统蓝蓝工艺 在现代时尚舞台 大放异彩外 也成功的将市府 学校 社区 及产业紧密结合 非常开心今年学行城市的计划 我们可以跟崇佑 还有大金农场合作 带来今天一系列的 时尚蓝蓝的走秀 那透过我们的课程去认识 什么叫循环经济 什么叫做绿色的环保 那我们的大哥大姐们 他们也透过这样的课程 去了解自己的特色 然后怎么去装点 适合自己的装扮 那也学习我们蓝蓝的古工艺 把这样一个传统的技法 可以传承下来 那非常谢谢这么棒的走秀 我们的这些大哥大姐 都非常非常的有创意跟活力 我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真的这辈子还没有体验过 走秀的这个样子 觉得很开心很不一样 对很值得 基隆市推动学习型城市 为传统文化与现代时尚的创新结合 开辟了新的可能 让银法族有机会展现自我 提升生活品质 也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 注入了新活力 记者蔡小军 基隆报导 金曲歌后 武士爱在台上高歌异曲 聊亮赏音 让台下贵宾及观众 听得很陶醉 海客馆秋季建走活动 请来了金曲歌后 武士爱替记者会开场 邀请全国民众 9月29号参加海费 邁那斯永续大步骤走 建走活动 为地球环保永续 尽一份心力 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 这么漂亮的一个山海美景 希望不要再有海费能够看到 然后更重要也能够再出来 因为借由建走 然后能够有静灵减碳 这样的一个永续的概念 能够培养出来 那么为了要让9月29 这个大建走全民都可以参与 所以我们也准备了非常多的礼物 我们把海客馆你看 诶 洋金 还有我们的博物馆里面 有非常多很好的礼物 都有拿出来 要赠送给各位 建走活动 从即日起开放报名 参加走完全程 就能得到丰富礼品 海客馆再加码 连续三年参加建走 就可以获得海客馆 一整年无限次入场券 而且这次我们也很感谢 内政部也跟我们一起响应 所以呢 其实前200位的 也可以收到内政部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他们的一个水准原点的公宅 所以一个另外更重要的是 如果集三年 因为我们每一年都会办 从今年开始每年都会办 如果你集三年都可以拿到 我们这个金牌奖的话 诶 可以变成海客馆的永久会员 是无次数 这个无限次数可以免费 可以进我们这个博物馆大园区 去看这个所有的展程 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那借着这个929 0929 这样一个轻松走 邀请大家一起来建走 主办单位海客馆 希望透过这次建走活动 邀请大家对于海费议题的重视 守护地球和环境资源 共同为永续跨出脚步 记者 黄少明 基隆报导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在家庄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硬氧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 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 热水器牵移至屋外 二 更换成强制排气式热水器 三 敢用电热水器 那就祝福您 洗澡通风保安康 机房及非法机上河经销商 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河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 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河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2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 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河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河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河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营养化碳终结者能口奖提醒您 屋外式瓦斯热水器 绝不可装在加装窗户的阳台 厨房等室内空间 因为瓦斯燃烧不完全 就会产生营养化碳 短时间就会让人头晕想吐甚至意识不清 想保命跟我这样做 一热水器迁移至屋外 二更换成强制排气室热水器 三敢用电热水器 能口奖祝福您洗澡通风保安康 酒驾罚很大 一提高酒驾违规罚还 再犯才累计加重 罚款无上限 酒驾拒检或拒测罚更大哦 二呼气酒测值达0.25毫克以上 连坐处罚年满18岁的同车乘客 三酒驾再犯拒检及拒测再犯 肇事致人重伤或死亡者 没入该车辆 四酒驾重新烤照 需强制加装酒精锁 找别人带吹也不行 要罚六千至一万两千元哦 五未完成酒驾防治教育 或酒饮治疗 不得再申请烤照 六慢车酒驾也加重处罚哦 酒驾拟忧热 内政部警政组关心您